北京駐美大使玄缺将近五个月 二十三号新任大使谢峰终于抵美旅行 谢峰是大陆第十二任驻美大使 他之前还曾是大陆外交部副部长 谢峰到任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化解紧张的美中关系 尤其是北京最近又以国安为由封杀美国记忆体大厂美光科技的产品 引发美国强烈不满 法新社则分析北京宣布封杀美光之际 关系紧张加剧情况下 北京还有高级官员出访美国其实相当罕见 或许也显示美中有缓步恢复沟通的迹象 TVBS新闻黄松浦尼家徽章正安华府采访报导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未经许留 没发现 现在 谢谢大家